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老了 长相不适合演唐朝公主 吴磊对她的评价引热议 随着长歌行的剧情深入 吴磊和迪丽热巴的CP感越来越强了 让人一度忘记了他们在戏外的七岁之差 说实话,一开始得知吴磊出演阿施勒损的时候 网友们是有担心的 因为三蛋弟弟在观众心中一直都是个孩子 上一次追她的剧还是狼牙榜 突然要演霸道总裁 要和迪丽热巴演感情戏了 总觉得她有些稚嫩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吴磊对于阿施勒损这个角色把握得很不错 无论是身形,还是内心状态 丝毫不见往日的幼稚与不成熟 加上一些英雄救美的桥段 让人觉得她就是阿施勒损 甚至一度让人觉得迪丽热巴比她小七岁才对 近日,吴磊参加某节目采访的时候 谈到了自己对迪丽热巴的看法 原话是这么说的 看过这部戏的小伙伴都知道 李长哥的确是和现实中的迪丽热巴蛮像的 有小女人的一面 也有豪爽耿直的一面 当一个女演员和剧中人物的性格 人设差不多的时候 演起来就很自然了 吴磊对迪丽热巴的评价 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迪丽热巴可以出演李长哥 因为她太像漫画里的女主了 至于观众吐槽热巴的长相和年纪吗 这是每一个女演员都会遇到的情况 强如侠女专业护的赵丽颖 也会因为有匪被网友们吐槽 所以,迪丽热巴出演李长哥是没有问题的 剧组选人也是明智的 他们的考量一定在我们这些业余人士之上 只希望未来的岁月里 迪丽热巴也好 其他的女明星也罢 谈到他们作品时 网友们的重点可以不在他们的颜值上 而是演技 千万别忘了那句话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无一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